我们这儿民间有种说法 如果一个人在民流之际 要是看到已经过世的亲人来接他们 就说明这人真的快不行了 亲戚们就会忙着料理后事 这事如果放在几年前 我绝对是嗤之以鼻的 但这些年看得多了 而且准确度还相当高 我也渐渐把它当成一种死亡癌灵的信号 不知道大家家乡有没有类似的说法 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弄清 这事背后的科学解释 正好我最近看到一种心理学效应 和这个事情非常像 大家好玩了 今天我们讲第三人现象 第三人现象是一种心理学概念 是指人在生死关头或极端环境下 会感到有一个人或灵魂 给你提供安慰支持和鼓励 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救行为 有时也被称作第三人因素 咱先来分享一个网友的案例 来体验一下什么叫第三人现象 这事是一位妻子po到网上的 他说自己丈夫在二十多岁时 有次开车给睡着了 撞到了电线杆 自己也晕过去了 后来是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 敲打玻璃把他给敲醒的 这男孩对他说 您现在千万别下车 外面全是电线 很容易出电 我已经帮你报警了 一会儿警察就到 说完他就离开了 没过多久 警察还真来了 他丈夫就问警察 报警的小男孩 毕竟得好好谢谢人家 结果警察说 什么男孩 我们是接到电力部门通知 说这个地方停电了 来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你造成的 但有一点你说的没错 你把电线杆撞坏后 这片到处的烂漏电 如果你刚才下车 必死无疑 所以刚才这个地方 也不可能出现任何人 更别说接近你的车辆了 那这故事中的小男孩 就是这位丈夫幻想出来的 他所经历的这个事 就被称作第三人现象 听到这儿 可能大家会好奇 这故事中跑去警察 总共就一个司机 一个小男孩 怎么就被叫做第三人现象呢 实际上这名字还源于 一个嗡嗡事件 第三人现象这个词 最早出自了美国诗人 TSM文特的一首赞美诗 诗中讲生了一场奇迹般的南极救援 同时也是心理学上 进入的第一起第三人现象 1914年英国极地探险家 欧内斯特·沙尔克顿 随对前往南极探险 结果他的运气非常差 他们的船刚到南极 就被困在了伏兵中 而且这一困就长达两年之久 在这两年间 队员们先要把船上的补给给吃光了 之后又把周围的企鹅 海豹等野生动物给吃没了 甚至到后队里的雪橇犬 都被当成食物给吃了 眼看下一步就要发展到人吃人了 此时沙尔克顿做了一场豪赌 他隐约记得旁边的 但问题是 谁也不知道 补兵站离现在有多远 中途会不会迷雾 但沙尔克顿当下也顾表这么多 就带着两名队员 一起踏上了这场 堪称自杀的旅程 那过程中 沙尔克顿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在自己的回应物中 这么写道 在那长途跋涉的36小时里 我们翻越了南乔治亚岛上 不是多少无名山脉和冰川 期间我常常觉得 我们是四个人 而不是三个 就是他看不见 但总感觉身边有另一个人陪着他 那这事儿比较鬼的是 当时不光沙尔克顿一个人这么想 他的两名同伴也有同样的感觉 在休息时 他仨总会同时看向一个方向 就好像还有另一个人 坐在他们身边一样 最终这三人顺利到当个补兵站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 还成功把余下的25名队员 都给救回来 全队没有一人遇难 这事儿听上去确实是像 一个奇迹接着另一个奇迹 事后这三人就把这份功劳 通通归功云了那个看不见的人 并且经常在各个活动中提到他 几年后 Ti3文特也知道了这个事儿后 就写了一首赞美诗 但不知道是他的信息有偏差 还是说对他这个事儿 进行了些许的艺术加工 那诗中就把这第四人说成了第三人 再后大家就渐渐把这种事儿 通称为了第三人现象 说这个事儿就是想告诉大家 不要被第三人现象这个名字所迷惑 下面咱们接着说沙尔克顿 本来沙尔克顿以为 这就是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小概率灵异事件 没想到事后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和登山家 也纷纷战成来表示 自己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一位英国探险家 冯安克斯麦斯 就表示自己在判登珠峰期间 从有一个人给过他很大帮助 之后这个人就在他面前消失了 这事儿发生在1933年5月 当时斯麦斯正带着团队挑战珠峰 结果他们在爬到距峰顶1000米时 山上突然刮抢狂风 队员们只能安营扎寨 接下来的时间里 探险队多次尝试登顶 但都失败了 一个月后 斯麦斯决定再进行最后一波尝试 不行咱就打道回府了 这次是他和队里 另外一名登山家一起行动 但刚判断没多久 同行的登山家就因体力不知退下了 只剩下斯麦斯一个人往上爬 队友退下来这事儿 斯麦斯是知道的 但爬着爬着 他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另一名登山者 但因登山全副武装 他也搞不清这哥们是谁 斯麦斯只觉得这哥们体能极好 时不时还会搀扶他一把 并且每次都会检查他的安全带 是否记号 在距山顶50米时 斯麦斯自己也扛不住了 这哥们感觉也无所谓 就跟着斯麦斯一起往回返 那返程途中 斯麦斯就觉得心里特别过意不去 因为在他看来 人家这个体力是肯定是没问题的 是因为他的原因 才导致人家没有登顶的 为了表达自己的建议 他从包里搬了一块薄荷糖 分给了人家 可能是这样的互动 让斯麦斯的大脑过散了 他荒养出这哥们在他眼前 越来越浅 最后消失不见了 还有在一位登山家 吉姆·塞维尼的故事中 他豢养出这哥们不但能说话 还一直在给他提供生存指导 这事发生在1983年 吉姆和一名同伴 在叛登加拿大沃基山时 山上发生了雪崩 当时就把他俩给埋了 那不如逛了多久 吉姆在冰冷沉重的雪中苏醒 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吞上了他 他旁边的同伴已经凉凉了 已经没有身体迹象了 这让他心如刀割 那他自己身上多出骨折 膝盖韧带也撕裂了 还不停地吐血 他的思绪在绝望和否定之间徘徊 那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登山家 吉姆很清楚这种情况 活下去的机会已经很渺茫了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更轻松的方式 躺在雪地上 等待着死神的召唤 就在这时 他听见一个声音 从他右肩膀的后方传过来 这个声音温暖又舒适 告诉他不能放弃 现在你按照我教你的一步步做 我会帮你 咱俩一起回营地 吉姆就照着这个声音的指示 艰难的从雪地中爬了出来 然后把衣服脱了 找到自己的水瓶喝了口水 这时他发现 这哥们就在他身边看着他 接着这哥们就扶着他 一起往营地走 那期间的吉姆多次吐血 这哥们还告诉他 没关系 你现在用你吐的血 在地上画箭头 这样一能防止你明雾 二如果有滑雪的人经过 他们也能更快地发现你 那就这样不知道走过多久 吉姆还真看到 远处出现了一堆滑雪的人 他就玩个命地冲着那个方向喊 喊完后回头一看 一直颤伏的这哥们已经消失了 再回头看向刚才的方向 滑雪的人也都不见了 那吉姆之前是了解过第三人现象的 这时吉姆觉得完了 这次彻底凉凉了 我的第三人现象都离我而去了 估计刚才看到滑雪的人 也都是我的幻觉 就在这时 几名滑雪的人出现在在他面前 把他抬换个营地 捡回了一条命 此时吉姆才知道 是因为自己安全了 所以自己的第三人现象 才自动退出了 由于一开始 这些第三人现象 大多发生在登山家 和极地探险家身上 一些心理学家就推测 这种现象很可能和冰雪环境有关 因为我们的祖先 曾度过过漫长的冰河时期 也许当时的人类 就是靠来这种幻想来对抗孤独的 但随着911事件的发生 这种假说被打破了 一位名叫罗恩·冯朗切斯克的小伙 在911事件发生时 正在世贸中心的84楼 事件发生后 他多次尝试逃生 但因四周全而浓烟 迟迟无法找到安全出口 此时他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非常平静地和他说 跟我走 罗恩先一愣 然后就感觉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抓住了他的胳膊 接着就把他往一个方向转 没过多久 罗恩眼前就真的出现了安全入口 之后他成功逃出了世贸大楼 成为了在821层以上 活着逃出的四个人之一 也成了逃出世贸大楼的 最后一位幸存者 韩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1995年首尔发生了一起 三丰百货大楼倒塌事件 十秒内整个大楼化为乌有 灾难发生后的第17天 挖掘队觉得不会再有幸存者了 就开着挖机清理废墟 结果一位挖机司机 突然在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空洞 里面有一位19岁的少女 这位小女孩事后回忆说 自己在被困期间 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只喝过几滴缝隙中留下的水 但有件事 她不确定是梦境还是现实 她隐约记得 曾有一位高僧在他身边安慰她 还给她喂苹果吃 到现在 这个女孩还以377小时 保存着全世界 受困最长时间的生存金物 她也是三丰惨剧中 最后一个幸存者 好 咱刚才介绍了很多案例 那么这种第三人现象的运作机制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这事非常遗憾 自从20世纪40年代 仍该首次把第三类现象 在云床上进入下来 心理学家曾提出过 多种的诱因和解释 从感光剥夺 极度平凹 和无聊 到进化适应 但这些领悟仍未全面解释 该现象的心理和生理基础 目前这门学科主要还在集邮阶段 集邮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 是加拿大的作家约翰盖格 他在自己的书中 总结了超过100起第三人现象 咱今天说的大部分案例 也都是出自他这本书 他爱是猜测 这种能力是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的 只是有的人 因为后天的原因 预知比较高 只在极端状态下 才有可能出现第三人现象 有的人预知相对较低 就更容易出现这种体验 他同时猜测 世界各地传说中的神 很可能最初都是第三人现象 是我们神经构成的一部分 我查了一下盖格这个观点 是来自心理学上的一个假说 双脑心智假说 而这个假说 也有一个说法 去解释第三人现象 双脑心智假说 是由心理学家朱莲安杰恩斯 在1976年提出的 这种假说认为 古人口中所谓那个神 只不过是内心和自己对话的声音 换句话说 就是神 就是我们自己意识的一部分 现在文学上 管这种内心对话 叫独白 日曼里这种呈现形式 更是多到令人发指 但如果你翻阅3000年前 人类的作品 你就会发现 这样的表现形式 根本不存在 取而代之的 全都是神说 神告诉主人公 难道当时的人 就没有内心独白的能力吗 那显然不是 而是古人误把这种内心独白 当成了神的指引 渐渐这个声音就被具象化 就成了后来我们所看见的那个神 所以很可能第三人现象 也是我们对自己内心声音的具象化 另一个假说 也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补充 以下研究表明 7岁以下的小朋友 65%都会有幻想中的朋友 这种假说的知识者认为 当我们的意识薄弱时 我们的思维 就会更加倾向于孩子的状态 就会把小时候幻想的一个朋友 具象化 那现在我们只知道第三人现象 幻想出来这个人的形象 很可能和当事人后天的教育 宗教信仰倾向有关 那有佛教信仰的 一般都会看见高僧 就像咱刚才讲的韩国案件一样 西方人的报告中 最常见的形象是天使 其次是一个 类似魔界中 甘道夫那样的白袍法师 那还有一种 在全世界都比较普遍的情况 就和我视频开头说的一样 是看到已故的过世亲人 可能大多数人当时都没挺住吧 所以我们才误以为 那是死亡的预兆 那么跟着这个假说的观点 咱顺正逻辑往下推 或许黑白无常 守护天使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都是特定的第三人现象 好啊 那刚才说了很多起 心理学上认证过的第三人现象 下面咱说几个存疑的 那这些案例呢 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思考一下 心理学到底是不是伪科学 那我看了一些视频中说啊 泰国沙千案中 王短短一直口中那个救命恩人 可能就是他的第三人现象 是王短短自己幻想出来的 但这事儿我感觉是存疑的 因为按照王短短的说法 那人当时说他自己明误了 在看到他摔下来后啊 第一时间通知了警区和营救人员 如果王短短记忆没偏差的话 那不可能说他幻想出来的那个人 能强道道去通知营救人员吧 当然我也明白 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 这是一体第三人现象 一个是现在互远网这么发达 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五年多了 但始终找不到这个人 很不合模纪 那再一个是因为当时王短短坠崖的地方 已经超出帕灯悬崖的治理范围了 那当地人一般都不会去的 游客一般也都是开车前往 但后续没有查到任何的车辆信息 那再有一个标诡的是一个名误的游客 是怎么一开始迷中路 后来又在发现王短短后 马上找到回去的路 还能通知营救人员呢 而且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在那个地方刚才刚迷中路 我肯定会带着救援队去的 但貌似人家只是整个个大阁短方向 然后就离开了 当然虽然这事儿疑点众多 但除非哪天当时负责救援的工作人员站出来说 当时他们没有接到任何人报案 就是在巡逻的过程中 无意发现了王短短 那这事儿才能把它当成第三人现象去对待 我在简直到时还是不死心 就去问了一下ChaiGTP 我本人不懂太语 只能让他帮忙搜索了一下太语的相关网站 那ChaiGTP告诉我的事 太语网站上并没有提到过这个救命人 但是ChaiGTP懂的都懂 这个就给大家一个参考 还有一个案例 发生在一名环球航行的海员身上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都被当成幽灵船员存在的证据 1985年经验丰富的美国水手 约书亚斯莫科姆 决定挑战独自一人环绕地球航行 在航行中他规换了几个地方进行补给 其中一站是位于葡萄牙寒岸的一座小岛 当他航行到这时 当地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还把大量的奶酪和水果搬到了床上 当他航行到这时 当地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还把大量的水果和奶酪搬到了床上 这哥们当时已经几个月没吃过正经玩意儿了 出海当晚就胡吃海塞的 结果不知道是有些食物不新鲜 还是说他一下子吃了太多东西 打碰了体内的细菌平衡 当晚他就食物中毒了 巧了当晚他的船正好遭用了暴风雨 这就让他更难受了 最后他没扛住就晕倒在了床上 那么风暴期间没人掌舵 几乎等同于你现在骑上摩托车 在高速公路上大撒把 所以当他惊醒后 马上就往舵机的方向跑 结果当他跑到加尔市时发现 已经有一个高个子的男人正在给他掌舵 起初他以为自己遭用了海盗 结果这哥们用西班牙语亲切的和他说 Señor 我不是来伤害你的 我是公文部的船员 平塔号的驾驶员之一 今晚我给你掌舵 您就安心养病吧 这一解释一句 平塔号是公文部首次航行大西洋时 船队的三艘西班牙船中技术最好 速度最快的那一艘 那斯洛克姆当时都快死了 很快就在旁边睡着了 等他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 船上只有他一个人 天空也放晴了 那他马上爬抢来检查自己的坐标 结果发现这一晚上 船在正确的航向上 航行了90英里 他就感慨道 公文部的船员是牛逼 但转念一想 惊出了他一身冷汗 因为1895年 已经去公文部横跨大西洋 过去了400多年了 那新语学家为啥把这事认定成一起第三人现象呢 是因为斯洛克姆驾驶的是艘帆船 那多数情况下 这种帆船只要算好风向 帆控制的好 舵机一般都是固定的 那比如呢 这哥们在横渡印度洋期间 就一次没有碰过舵机 那之所以说这事存疑 是因为毕竟当晚正直暴风雨 到底是在精神分裂 还是在做梦 现在还不好说 那还有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案例 是在龙卷风期间 一些孩子看到蝴蝶人拯救他们的故事 并且这些孩子当时处在不同区域 目击到的蝴蝶人做的事还不一样 那这事我看网上还没人说 咱就先简单介绍一下故事梗概 2011年密苏里州乔普林市 发生了一场致命的龙卷风 事后全市大部分的建筑都被遗远了平地 造成约158人丧生 但离奇的是 孩子们在这场灾难中 伤亡几乎为零 这就非常奇怪了 按理说这种突发灾难 遇难最多的通常都是遨游病残 那一开始当局推测 可能咱们这个市家长比较用心 但往后的几日里 很多孩子都报告 龙卷风期间 是一个身上带着蝴蝶翅膀的人 拯救了他们 有的孩子说 自己当时已经被吹到天上去了 是蝴蝶人把他们拽回了地面 有的说蝴蝶人拉着他 避免他被龙卷风吹走 不过有件事 孩子们的说法是一致的 他们都觉得蝴蝶人 是以一个非常平静安详的形象出现的 看到他就忘记了恐惧和危险 一开始这事都出自三到六岁的孩子口中 大家也没太当回事 但渐渐的青少年们都开始报告 形类似的事件了 最大的能到16岁 这事由于太诡异 当地政府事后还为蝴蝶人另了个杯 背上显了这么个故事 一对妇女在龙卷风还临前 在家门前的草坪上睡着了 结果龙卷风到来时 妇女俩都已经来不及撤离了 父亲就只能把女儿压在地上 自己则抓在地上的草 防止被吹走 当时父亲以为自己死定了 毕竟草根能有多深 根本挡不住龙卷风 在地面上安然无恙 这时他女儿对他说 Dad is ok 刚才有个蝴蝶人压着咱们身上 咱们吹不跑 这个事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一些人觉得蝴蝶人的外貌 转得太像神话中的天神了 可能和当地浓郁的宗教氛围有关 还有一些怀疑者查到 龙卷风来年前几天 当地正好来了一位壁画艺术家 在小镇的墙上换了很多蝴蝶 当时还招募了很多小孩当志愿者 孩子们可能在潜意识中被影响了 这个我觉得挺好谱 另一部分美国网友比较魔杖 他们非说蝴蝶人 其实就是正义的天鹅人 我估计真有天鹅人的话 天鹅人听了这话都得发懵 想不到自己有天 还能被当成正义的化身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 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 集体性歇斯底里 万家集体性的第三人效应的综合案例 我估计听完上个故事 可能很多观众和我一样 就觉得这些心理学家说话 也太随便了 而且这种随便 貌似在心理学上还非常普遍 咱就拿网上比较火的 比如马来西亚学校的 集体中学事件 台湾发生的光宫战女鬼事件 都被心理学家说成 是集体性歇斯底里 但似乎他们也拿不出 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顺便说一句 你看台湾发生的 光宫战女鬼事件 特别有意思 建议不了解的观众 可以去搜一搜 能承包你一天的笑点 但这个视频 咱已经做的很长了 咱就不展开说 有空咱们单独开一期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总之给我的感觉 这很多心理学的概念 就像一个大锅筐 什么东西解释不了 都能往里面装 给人的感觉非常不科学 首先就是这些事 政委性非常弱 其次就是这些事 大多都因爱于 个体的主观体验和报告 感觉和伪科学也差不多 当然心理学肯定不是伪科学 但我们普通人 暂时把这些综合证和现象 都归纳为伪科学 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些东西 暂时只不过是 案例发生的比较多 心理学家在大量的 临床数据和观察中 发现了一些普遍性的现象 那之所以我们不能 把它定义成伪科学 是因为我们推测 随着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的进步 我们有望在未来的某天 通过神经科学 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 等多个领域的交叉研究 来揭示这个现象 内在的机制和影响因素 能获得更多 关于这个现象的证据和理解 而伪科学属于那种 就算是你的科学进步 发展到最后 都没有办法解释的学科 虽然现在心理学上 很多现象都没有定论 但不妨碍临床心理学家 已经开始借用这些机制 来帮助患者应对创伤了 比如悉尼的临床心理学家 萨利·约翰逊博士 就借用第三人现象 成功的鼓励创伤受害者 培养内在性格 需要的时候 通过内心对话 给予想象中的支持和鼓励 那视频最后我想说的是 貌似这种幻想伤害的人 都会给你正面的鼓励 那我就有疑问了 那为什么我那些那个声音 从我做海员到现在 就一直告诉我 做人不要那么认真 下劲混吧 行了 现在就是给YouTube观众说的 我操这视频做的我快安逸死了 这种视频和我之前的风格 变化挺大的 还是在尽量不说谎的情况下 就是把故事讲好 大家觉得我这样的视频 跟之前有区别 就是有进步 也希望大家能告诉我 再有一个 如果大家觉得OK的话 能不能给我点个赞 我们看看这次 能不能到达50个赞 怎么样 增加一下视频的权重 谢谢大家